宁可悦心中大害 内心的震撼之情无法言喻 这尸体竟然可以施展生前绝学 他大惊之下已经没时间去思考了 手中权杖立即化作一柄金剑 凌空剑气劈下 顿时将那全盟展开 剑势不减正要斩在那尸体身上 突然同样一道剑芒凌空而来 却是另外一具尸体 手中剑气纵横 将宁可悦的剑气余晖斩灭 救下自己的同伴 而此刻36人的阵法飞速发动 宁可悦只觉得心中一颤 一股莫名的力量从大地之上传来 带着暴力和腐朽的气息 直接影响到他的原力运转 来不及细思 三道绝强的气息 从身后来 三具尸体联手一击 一人握拳 一人凝脂 一人成长 三人生前都是九星五地强者 绝不可能做出这种 没有风度的联手之事 但此刻一切都在杨元书的掌控之下 就是让他们去铺狗屎 也不会有半点反抗 宁可悦反身一剑扫出 剑芒如同孔雀开瓶 将三人联手之势震开 他此刻也已经发现 这些尸体的实力远不如生前 但肉身却是堪比玄器 以他极强的剑势 也只能将这些尸体斩伤 杨元书大笑道 是不是觉得自己生机渐渐的逝去 我在这山巅之上布置了明书鬼忧阵 可以不断吞噬生灵的生机 并且加强鬼误死尸的力气 此消彼长 是不是觉得很吃力啊 他的眼中露出了贪婪之色来 舔了一下干涸的嘴唇 宁笑道 好有风韵的身体 等你被杀之后 我一定会将你精心打扮和炼制 让你成为我的后宫师妃 三具尸体被宁可月正开后 又有更多的尸体凌空扑下 各种光芒逐一绽放 正是这些强者生前的绝技 一道道的展现出来 宁可月文言大怒 眼中闪露出必杀之意 双眸微宁 剑上传来轻语歌声 一道悠扬的剑一传开 在山巅之上起舞 夹杂着漫天飞雪 一股岁月流逝的凄凉散开 独一深夜 微风凉意 左看山巅 漫天雪起 倾听飞花 为谁滴雨 细数过往 岁月痕迹 那些尸体展露出来的绝学 在这股沧桑凉意下 尽数被迫 这是一种时间的规则 岁月如刀 往昔的绝代强者 在岁月的痕迹下 也只剩下一句干尸 三十六具尸体 似乎有所触动 一种凄凉入骨的悲怯之意 从尸身上散开 似乎生前那种舞者的绝代意志 在这歌声中唤醒 极力地抵抗起来 杨元叔身边那三具生前身为九星巅峰的尸体 更是剧烈地颤抖 想要挣脱这种被控制的束缚 其中一具干尸上竟然流下了两行血泪 该死 竟能破我的控尸术 杨元叔心下骇然 急忙双手飞快掐绝 一道道晦涩难懂的音符 从他口中吐出 竟是一片明文 在山巅传来 那些心性动摇的尸体 立即变得镇定起来 身上的尸气大声 再次扑血 杨元叔的脸色 微微有些发青 咬牙之下 挤到符纹 打入那三具最强的尸体内 自己身上的气息 瞬间一弱 似乎是被抽干了气的皮球一样 一下子干瘪 萎靡了下去 那三具尸体 微微一颤 顿时散发出滔天的尸气 冲入战阵 控尸术 并非可以无限制地 随意控制尸体的数量 而是根据尸术者本身的实力而定 以杨元叔的力量 根本无法同时控制 这三十具干尸 所有攻击宁可跃的 始终是那么十来具 其他的一直都在旁边掠阵 三具曾经的九星巅峰强者 凌空而起 整个战阵的气势一变 另外那些尸体骤然后退 三道极强的攻击 凌空而来 哼 这三人 生前可都是不弱于你的强者 今日此地 便是你重生之地 从此以后 就安心做我的后宫师妃吧 杨元叔狂笑起来 伸出舌头 舔了一下嘴唇 露出极度的渴望之色 宁可跃面色阴寒 手中剑气一转 一道极强的鼓音 震颤而出 寒声说道 这里每一位强者 生前都是可以肆意虐杀你的存在 你竟敢如此羞辱他们 这世上再无你存活之理 那剑上的鼓音 迷迷飞飞 阴晕而起 千秋若雪 半熙如梦 一剑岁月 震魂歌 轻音之声 从宁可跃的口中吐出 剑芒刺破天际 在山巅之上盛开 时间的续轮 似乎在这一刻被打乱 这一剑连接了遥远的过去 传承到无穷的未来 三具绝带强者的尸体 顿时凝制住了 三道绝强的攻击 也在这一刻停止了下来 啪 啪 啪 三具尸体的身体尽数爆开 而他们那猙獰的脸上 似乎浮现出了笑容来 尽数留下两道眼泪 仿佛在许久之前的天空下 凝视着现在 说出了一声谢谢 杨元叔大惊失色 骇然道 你 你怎么可能杀得了他们 宁可跃一步上前 剑气凌空 韩生说道 他们并非心甘情愿被你操控 石成力量最多发挥出了三成而已 如何能赢我 至于这抽取生机之阵 即便我原力再如何被你压制 杀你 也是绰绰有余 杨元叔 惊得连连后退 惊恐地说道 救我 大人 快快救我 宁可跃 那凌空的剑气 吓得他魂飞魄散 这些极为喜爱的宝贝也顾不得了 转身就要逃走 宁可跃身形 微微一顿 立即感受到了一股绝强的气息传来 顿时脸色大变 这道气息他并不陌生 而就在不久前就曾经遇见过 前方的白影渐渐地浮现出来 天地间的雪花为之一致 似乎因为此人的降临而不敢落下 一道诗银声在山巅响起 非我逆四级 精才而已 非我小天下 天赋而已 非我纵骨金 盖世而已 林白衣 宁可跃脸色苍白的厉害 咬牙说道 原来竟是你在幕后 他内心涌起巨大的回忆 后悔在红月城外 自己这方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 未能抹杀此人 现在实质不行 反遭其殃 叶隐大人 你终于来了 杨元叔一阵大喜 急忙跑上前去 陪笑道 还请大人出手击杀此女 还望大人能将他的尸体留给我 林白衣 凌空而落 身影与这漫天白雪 融合在一起 几乎不分彼此 山水有相逢 我们又见面了 宁可跃 林白衣淡然地说道 这次的出现 比这上次要平静得多 静得如同一抹雪花 点缀在这漫山之中 难以分辨出来 宁可跃脸色苍白 此人出现 他知道今日 已再无回去的可能 韩生说道 林白衣 你告诉我 这一切可都是你的安排 林白衣 微微摇了摇头说道 我虽想杀你 但有我自己的方式 这种做法 我还不耻 宁可跃一愣 心中震骇的 无以复加 惊悚地说道 那 那到底是谁 竟然连你 也请动了 哈哈哈哈 杨元淑大声宁笑起来 叶颖大人 是天下第一的杀手 既然是杀手 当然就有价 那位大人出得起钱 叶颖大人 自然就会出手了 想不到吧 最终等待你的杀招 并非是我 而是封号第四的 五帝大人啊 林白衣 淡然地说道 那人知道 我跟你们有过去 所以出了一个十分吸引人的价格 买我出手一招 所以你不用怕 一招之后 我立即会走 即便只是一招 但天底下 有谁敢说自己 能接得下来 即便是宁可月 此刻心境波澜迭起 气急大乱 也不敢狂言自己 能接下对方一招 林白衣身上的气息 渐渐蔓延开来 杀意几乎 有如实质 杨元蔬在一旁 脸色大变 急忙 退开了数十米 生怕被卷入其中 天上停滞的雪花 似乎受到了某种召唤 在这一刻再次落下 只不过 每一朵都由于那彻骨的寒气 化作冰晶 这个天地为之冻结 林白衣动了 确切地说 它并没有动 只是地上的雪洞了 被一股力量震得飞舞起来 在空中旋转 飞雪凌厉 带着惊人的杀气 每一朵雪花 都化作杀人的利刃 在山巅飞旋起来 林白衣的脸 异常的平静 没有丝毫的情感 这漫天雪花之力 给宁可月带来极大的压迫 逼得它手中之剑 自行解封开来 一件金色战衣覆盖在身体上 依然忍不住地往后退去 林白衣动了 这次是真的动了 她伸出手来 一片雪花落在她的指尖 仅以此花为鉴 迅捷无比地穿透层层飞雪 没入这漫天大雪内 那一朵极致的白色之花 似乎一下子融入了紫云风的山魂惊魄 融入这漫天飞雪的雪之规则 林白衣那洁白的身影突然变得黑了起来 如同一抹影子 投射在这白雪挨挨的山巅上 身后便是无边无际的漆黑夜空 仿若无穷黑夜在这一刻尽数化作它的倒影 天地之间只剩下这片白 这片黑 宁可悦心神俱颤 她惊恐地望着一朵雪花朝自己飘来 是那样的慢 那样的美丽 自己却似乎无法抵挡 她用尽全身的气力 抬起手中的金剑 凌空刺了出去 没有任何的花哨 就这样一剑刺出 却已经是她最强的力量 金剑上散发出灼热的光 仿若一片云彩 剑尖终于触到了那片白雪